喝手摇杯 茶饮您是否也有这样一支环保吸管 细的 弯的 甚至要吸珍珠 大口径的 替代性材质的商品 不锈钢 玻璃等越来越多 洗一洗就能重复使用 但是到底洗不洗得干净 我们实际为您测试 找来不锈钢 玻璃和红铜三种环保吸管 喝过牛奶放了一夜 发现玻璃材质最容易沾染细菌 是指呈现暗黑色 而用毛刷将吸管内部刷十一遍 再测试细菌 维生物含量 合金的材质的话 它清洗前跟清洗完之后 其实它整个环境的一个滋生都差不了多少 原以为透明可以看出洗干净霉的玻璃吸管 是指变色程度人看得出来还是脏 更不用说平常没在用刷子洗吸管的人 不晓得已经吃尽多少细菌 不锈钢的一个材质能够耐酸碱 也能够耐高温 可以抑制细菌的一个生长 然而在刷洗的过程当中 如果产生细菌的刮痕的话 基本上就应该要钛化 因为这些细菌的一个裂痕的话 更容易能够自生我们的细菌 环保吸管救了海龟 但却可能害死北极熊 一般塑胶吸管加工温度200度 碳排放量相较玻璃 700度以上高温 不锈钢1200到1400度少得多 量产环保吸管温室效应 只怕恶化更快 把现在生物不可分解的聚乙锡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油类的一个塑胶 改成其他的生物可分解的塑胶 而且它的加工温度 一样在维持它的有力的200度C以内 那可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替代方案还得要有业者愿意投入 政府推限速新制 希望少一点垃圾 但个人卫生安全不容忽视 继续成卖长期开报的